好来看这几位远警执行可能造成了驾驶人的安全上的问题 我们知道他们有一套标准的作业程序 但在国道二号民众的执集呢似乎没有按照这样做 这三辆警车呢当时停在路间正在测速还有蓝茶 不过看一看这个警车的后面呢完全没有加装警示牌 连警示灯都没有亮 民众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危险之情 走在高速公路上仔细看右边一辆警车 车门微微开启国道警察正在做厕所照相 但是警车上的警示灯没有亮 甚至连三角警示牌都没有摆出来 往前开没有多久又接连看到两辆警车正在做蓝检的动作 仔细看同样没有照标准程序走 连个警示牌都没有看到 因为你后面没有警戒的话万里发生错误那怎么办 对不对因为后面如果说如果说后面车子又过来 那真的是很危险 按照规定远警执行时应该要在警车后 方约100公尺处摆放三角警示牌 而远警违规执行的画面却让民众的行车记录器给拍了下来 才短短一段路就出现有三辆警车密集取缔的程度 民众质疑像是在拼绩效要开单抢钱一样 这不对啦根本是警察要抢钱嘛 波瑞市大人辛苦取缔违规车辆 但是自己却公然违规不摆放警示牌 或是把警车停在后方做了最坏的示范 要是为了拦查出了追撞车祸谁该负责 中文新闻简正风离观志桃园采访报道